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克斯的一个新的栏目 那个男主持人是一个新的栏目 他其实原来栏目是比较调侃这样 但是当川普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我看他们福克斯尽可能都把主题放在川普这件事 但有一些媒体基本 有些右派媒体比较回避 因为这是个作为媒体来讲 很难评价 就是他很难评论很难评价的一段故事 我们跟大家分享也是说 就川普的角度就是一个挨打的场面 完全基本上是一个挨打的场面 作为保守派的势力来讲 同样是一个很挨打的场面 因为权力的一切法律 权力跟法律 权力跟法律在美国的社会当中 就有它极端的正当性 特别是走到现在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 在这种讨论当中 纷争当中 非常的杂乱 非常杂乱 那这里面真正的主角呢 是司法部长加兰 这确实是司法部长加兰 那其实我刚才特意想跟大家寻找 德肖威辞的一些消息 他对加兰的分析 以及上一届的 这个上一届的这个 司法部长巴尔 他对加兰怎么看 就是他们是这一圈里的人 但没有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 我就刚才介绍 就是说川普目前的是非常被动 但是呢 在在整个美国的社会民众当中 对他的支持度呢 就是如日中天 这是一个很对应的 那么现在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段内容呢 应该是今天 今天是昨天的一段内容 在他讨论的中心是加兰 这个人 这个人是原来当初 加兰在做联邦大法官的时候 他是做FBI的副局长 FBI副局长 他自身是一个爆炸专家 所以他就跟这个记者 讨论他跟加兰之间 本来有过 应该有过过往的一些故事 所以他是非常愤怒加兰个人的 就加兰这个人 对他来讲是非常不满意的 非常不买账 他就对比了曾经发生过 在美国发生过爆炸事件 学校爆炸事件 他曾经就找过加兰 要签署逮捕令 搜查令 加兰不给签 他就认为加兰这个人 他竟然去签 颁布搜查令 去搜查前任美国总统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所以在他作为FBI的一个 前任副局长角度认为 美国社会在进行革命 美国社会真正开启的革命 开启了共产主义革命 那枪杆的里头出政权 是共产党干的 是中国共产党干的 那以法律之名 是现在的美国的左派在干 其实总结起来就这么说的 那我提醒大家 因为这段全是英文的 有人给他加了这个字幕 下面加了中文的字幕 大家可以看中文的字幕 我跟他就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能够了解这段故事 这段话他讲的蛮长的 大概一分多重 但是呢确实我蛮钦佩 就是他讲这段 美国在发生革命呢 恰巧拜登宣布命令 对这个南加州的大概是 南加州的一个保守派的 一个宗教团体进行联邦调查 那同样是 那是保守派最强大的 一份宗教力量 就是会在一起 这是美国开启了真正的革命 这是革命 不认识 不认识 on a warrant to raid the unabomber but signed off on a warrant to raid trump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 that's exactly what i'm saying i was there i was leaving the unabom task force we couldn't we fought all night on april 2nd with the group of attorneys that were included in making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what they were reading of all the hundreds of pages we were sending them and they would not recommend to janet reno that she should sign off on this search warrant she did that on her own mary garl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at he was voicing but he has all over his literature don't bleed me just look at the the bio i was in charge of the unabom prosecution from doj wow and by the way i can tell you this i can tell you this he never spoke to me once i've never met the man but i i was on a plane all day up all night and there that morning with the judge to get that war sign so i'm sickened by this and what this is i want i want to make sure i make this quick i know you gotta go but people need to sit back and not look so much of this is an isolated event this is the this is the revolution the real revolution that is going on in america ha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the people in power are moving to america towards the the communist ideology type place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键就是这段话对吧拥有权力的人在美国正在进行革命他革命的方向就是把美把美国推向今天的像中国一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讲共产主义所以他他讲述了就是特别讲述了你不要把它看成单独的一件事这是真正的一伙人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我觉得也能理解为什么为什么迦兰愿意单条他承担所有责任他去单条他去保护背后的势力的人这很正常因为当这样的东西出现之后你会看到是魔鬼站在背后完全是魔鬼站在背后而不是说魔鬼站在背后呢 咱说白了是为了把左派的人给毁了把左派的人毁了我们刚才看那段新闻那应该是今天他的节目在下午的结果这一段新闻是对南方倾心会教堂倾心会教堂实际是南方是美国最保守势力最保守派的宗教团体之一 他讲出他的来处呢他的原处应该同样来自于荷兰或者英国所以可能就是当初的五月花号的那么一份就是那么一个转变的氛围而来的那我们用的是这个我们用的是这个美国的美日电讯所以他讲出他的调查内容他没有提任何调查内容但是呢所谓处理调查 那名涉嫌丑闻他也没谈到丑里头也没有谈到丑闻的本身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但他的时间点就是在袭击了川普之后的一个星期因为是上星期五法官签署搜查令所以一个星期之后在今天12天结果那作为美国政府权力机构专门与保守派为敌的这些 权力者又以国家的是以国家的名义啊是以国家名你想共产党就是以国家名那对美国最保守派的宗教团体展开调查 所以这个那那个人讲这个革命呢不差的所以当革命启动的时候这就出了问题了是革别人的命还是自己被革就像习近平的话是是燃火刺 是玩火者必自焚的还是谁焚了谁所以就出现这个场面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我愿意把它看成是魔鬼统治世界的本身魔鬼真的把左派美国的左派追到前头来 他说在教会的在教会的行政主管有一份宣告执行委员会最近意识到司法部已经启动了对南方信仰大会的一份调查 这调查将包括很多过这样的实体而每一个实体将单独决心单独和整体的与调查的本身进行整体的配合 但是在PU研究中心的报告当中这个宗教团体是美国最大的新教信仰团体是美国政治上最保守的团体之一 里面有64%的人是共和党人 所以这里面这就是这是一个很令人很令人感触的一个消息 很令人感触 我们姑且不管说他调查内容 政府执法部门一调查 他就是法律 他就是正义 他就是正确的 现在都是这个 那这个东西本来呢无可厚非的 那是国家的 但是现在完全是党的都工具的 那概念就不一样了 就像正法委一样 对吧 那中国拿出来所有东西都是正义的 法律的 政府的 国家的 为了荣誉的 那都是这么说的 那现在呢 左派的宣传同样是这么说的 所以这是美国 美国在经历中啊 美国在经历的过程中 消息释出时 拜登正对川普进行调查 同样是个共和党人 所以那今天的拜登政府 在用这样的方式 在用政府的权力 在攻击着保守派的人 而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人 在推动国税局增加8.7万名新员工 在他招聘的条件当中说 你是否愿意携带枪支 而且在需要时使用武力 强行收税 他们在努力 他们已经在努力解决过去被指控的 所谓的虐待事件 他们也正在努力改善 这是讲被指控的罪名 就是在他的宗教团体当中 出现一些虐待 虐待就是应该是虐待不同的 不同的员工 不同的人 那结果联邦调查局 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 本身却在一个时间点上 转向了一个政治上的完整的迫害 那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对吧 因为你一件事情 然后把整个团体干掉 而这件事情是个人的 任何一个团体都有个人的 这种悲劣的不好的人 但是并不代表团体是坏的 所以那现在的故事就转变成这样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 就像FBI的前局长讲的一样 美国在革命 美国真正权力者 在把美国转变成共产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中共国一样 它还是以法律的名义 以国家的名义 以人民的名义 以正义的名义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